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先稍微調查一下 老師們對於這個部分 這裡幾個問題 首先我們看一下 您目前在用電腦上 大家有什麼樣的一些困擾 老師打字會不會太慢 會有太慢的問題嗎 不會 你們都用什麼輸入法 輕鬆輸入法 我看因為我們學校也有那個陸生 他們用那個拼音 羅馬拼音的其實也蠻快的 也蠻快的 但是手會累嗎 打再快也會有點累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 你資料夾的這些檔案啊 整理啊 你有沒有常常發現 明明我檔案就在 就跟穿衣服一樣 明明衣服都在 就是找一件 現在要穿的那一件 所以 有時候我們來找 好像也不容易找 那麼再來當然軟體使用 有時候 我們畢竟 不是資訊 類別的那個 學系的話 可能 軟體的熟悉度 不見得那麼容易 照片 照片大家要怎麼整理 平常都放在電腦裡面就好了 怎麼有一天會用到 可是要找好找嗎 現在常常會有一些這樣問 那再來就是像我們的 檔案的版本 這個應該是大家平常工作上 最容易遇到的 欸 後面加日期 這是什麼時候 明明都是一樣的檔案 可是加個不同日期 表示新的版本 好 那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有時候又這樣就 不是很方便 那我們先看一下 先從第一個大家回答的這些 我們來看大家比較有困擾的 第一個是什麼 資料的部分 有沒有 比較沒有效率 那我先問一下 喔這個 軟體使用不熟悉 您覺得什麼軟體比較不熟悉 因為這個是最高的 這種是最高的 什麼使用軟體比較不熟悉 Office系列應該大家都沒問題 對不對 那您平常還有更多什麼軟體 有嗎 沒有 不清楚 不確定 好 沒關係 那檔案 我們先從一個打字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看起來 這是比較少的 對不對 大家覺得好像都OK 那我們先從這幾個來試一下 我們下午的話呢 這些資料 就會請您在電腦裡面 就可以看到 那這些資料的話 您可以看到這邊 因為我不知道以前 各位學習十五法的時候 您覺得速度是快還是慢 好 如果你是用軟體 那當然 因為從小就用到大也還好 對不對 可是如果您要學的是其他的 比如說像我用 沒什麼 有什麼 那你就要自費武功 因為 你該記得的 比如說我 曾經用過其他的輸入法的 我就一定要忘掉啊 對不對 我們武俠小說最高進階 就要先把 以前的忘掉 你才會不然學新的 不然就會卡住 那 現在其實因為語音輸入 已經怎麼樣 已經非常的 就是算成熟 算成熟 所以呢 這裡有兩個 倒是老師也可以試看看 您來看看說 我用這個方式 會不會讓我們的 這個 輸入再更快一點 比如說你用Google文件 假設我這邊用Google文件 也可以 在這邊 新增一個Google文件 這是在Google文件裡面 內定就有的功能 內定就有的功能 那麼 您到這邊之後呢 因為我現在螢幕放比較大 所以您正常的話 應該 這裡會有更多選項 有沒有 這裡有更多選項 打開之後 等一下呢 我們會先叫一個 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 手寫輸入的 但是不是在這裡 這只是我要借用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標點符號 我只要借用它的標點符號 那我們來上面這裡看一下 哇 這樣有點大 工具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語音輸入 這樣擋住了 我先把這個叫出來 語音輸入 就在這裡 所以它已經內建了喔 那麼 這個時候你只要按一下 允許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講話了 如果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比你 用打字的慢 您覺得會嗎 我們這樣可以繼續嗎 所以 以後要不要再學書入法了 好像不用了對不對 等一下喔 我把它縮小一下 欸 不好意思喔 你記得 如果不講 不要再講那些的時候 你自己要停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樣打會不會比較慢 也不會嘛對不對 一般口語式的 其實 您用這個方式 是不是就覺得會快很多 那 這個是 因為幾乎 每個人 是不是都有google帳號了 都可以用 那如果您覺得 我就不想放在這邊 那還有一個選擇在這裡 在下面叫speech note 它效果也是很不錯 好 那這個的話 都是線上服務 不用登錄就可以 那老師做筆記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等一下呢 您如果下午有參加到電腦教室這些都在 當然我的部落格上也有 部落格上也好 那您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第一個動作 看一下喔 好 第一個動作這邊 您必須 如果是speech note 您進到這裡的話呢 我稍微再把它放大一點 您這樣看可能會比較清楚 它上面這邊有沒有一個中文的 對不對 好 您選好了 那一樣就按下去就好 也是要允許 今天 來到 中正大學 進行研習 可是 以後 老師 如果 你想要用 這個方式 來輸入的話 記得 發音要標準一點 講話 不要太快 這樣 這樣 他就聽得懂 這樣OK嗎 但是 老師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服務都少一個東西 對 所以 我們這裡有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喔 那speech note它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很明顯的斷句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它在這邊 是會自動幫我們控開 這是speech note的優點 它就幫你控開 就是要給你點點點的嘛 自己去點標點符號 當然它的標點符號在這邊的話 是屬於半型的 你看到這裡有比較常用的標點符號 半型的 那如果你是Google文件裡面的 Google文件我們剛剛在這邊的話 它那個就是全型的 在這裡 好像剛剛關掉了 它上面那個就是全型的 所以各有優缺 但是 這樣還OK嗎 那 邱如一直跟我講說 有一個我一定要講的 因為 大家 手機 現在 請問可以離身嗎 你現在 可以把它放在很遠很遠地方 不理它的時間 大概多久 很快就會被找回來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事情都要找你 然後什麼都在上面 那請問一下 當然這個 有連線的話是也可以用啊 對不對 在手機上也可以用 它都是雲端的服務 但是 你還要複製來複製去 就麻煩了 所以 我這裡有另外一個 給您看一下 在這邊 我們這邊有一個Google語音輸入 那 在這裡 不是Google語音輸 那個 另外一個 叫訊飛 訊飛語音輸入吧 那 我直接找一個 看一下補充 洞得 我還有另外一個 我還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 我還有另外一個